望线,令人见爱 第二集,魏英看着她走远 这才回身往静视回 现在她慢慢适应了在这里生活 也开始慢慢习惯她 现在不用再做什么 也是有人喜欢自己的 蓝湛处理好事情 回云深不知处 看着天色不好 要下雨了 她加快脚步回家 魏英在后山跟兔子玩了一会 看着天色不好 于是连忙把这群小家伙 收回笼子放好 而后回到静视 刚回没多久 大雨倾盆而下 二哥哥还没回来 不知道有没有临到雨 她找到了雨伞 正想出去接她 不曾想雷电交加 让魏英停住了脚步 拦战回到静视 看到她躲在角落捂着耳朵 浑身发抖 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 她连忙上前抱住她 献献 献献 不要 不要过来 献献错了 献献乖 不会再不听话了 献献 没事了 没事了 可魏英一句也听不进去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蓝湛 无法只好把她打晕了 而后把她抱上床 叫人传唤大夫 自己则叫来心腹 去查她之前 到底经历了什么 事无巨细 一个都不能少的茶 蓝湛坐在床边 帮她擦音高热 而出的汗 那日她便陷入梦魇之中 发起了高热 大夫开了安神汤 勉强让她睡了过去 可是 蓝湛走到床头 把她抱怀里 拿被子盖好 看着怀里的小家伙 安稳地睡着 蓝湛这才放下心来 这时一位黑衣浸装的男子轻生进来 对着蓝湛行了礼 二公子 如何 她看了一眼被二公子抱在怀里的人 要是见惯生死之人 都不由地心疼起来 那时那么小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 夫郎是那江宗主 强占了夫郎的娘亲而有的孩子 那时夫郎的娘亲心如死灰 正想一死了之 不曾想发现有了孩子 可是那是她的耻辱 偷偷找了大夫想要不要这个孩子 可是却被告知 身子太弱 若如不要伤害极大 虽说那人害得她失了身 没脸再在村子里戴下去 可质子无辜 就这样 她带着年幼的孩子 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幸好遇到一位好心的婆婆收留 这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虽说日子轻苦了些 可也是幸福的 直到两位大人的离世 夫郎变 那时她才多大 五岁 五岁 才五岁就经历了生离死别 拦战蹭了蹭她的脸 献献 那时的你又是如何熬过的 接着说 一年后 夫郎被江宗主接走 不曾想是夫郎噩梦的开始 原来那江宗主惹到了当地的恶霸 扬言要把她宝贝儿子 抓去活活折磨死 她不忍心自己的宝贝儿子 想起了曾经的风流寨 派人寻找 哄骗不懂的 夫郎跟她回了家 夫郎以为她有家了 有跌跌了却不曾想 江宗主那段时日 把自己宝贝儿子保护好 故意天天带着夫郎出门 所以就认为 这就是江宗主的宝贝儿子 夫郎被抓去 生生被折磨了三年 夫郎不知道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着这般对待她 那人最喜欢下暴雨打雷之时 把夫郎关在小黑屋里 里面放了一只大狗 如若第二日去看没死 就又换种方式折磨 要么就生生 饿着夫郎几日 不给夫郎吃喝 夫郎受不了了 就让夫郎跪在她面前求她 高兴了就给 搜了的狗屎给夫郎吃 后来这恶霸被讨伐 江宗主承认不注意 找到了被折磨得 奄奄一息的夫郎 可是她不愿承认夫郎 夫郎不过是拿来 替她宝贝儿子挡灾的 现在没了利用价值 所以就把她扔在了 无人之地 其实夫郎在那里 待了正正六年 三年前救了二公子 之后的事 二公子你也清楚了 是啊 若不是这样 她还有在哪个地方待多久 怕是这辈子 那江家也不会想起 还有这人的存在吧 她让心腹退下 紧了紧抱着她的手 心疼得无以复加 献献 夫君很不好 说好的要把你照顾好 疼你爱你宠你的 可是还是让你受了伤 所以你要快点醒过来 狠狠地惩罚夫君好吗 献献 你是不是很不喜欢 听到说你乖啊 因为这样说 便是折磨的开始 那夫君以后都不说了 可好 魏英动了动眼睛 慢慢地睁开眼睛 阳光刺激眼睛 让她一时未适应 咽了咽口水 看着熟悉的房间 梦里温暖的怀抱 不是梦吗 蓝湛提着石盒进来 看见床上的人醒了过来 正睁着那双好看的眼睛 到处看着 蓝湛走到床边 把石盒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而后走到床头扶她起来 把她抱怀里 蹭了蹭她的头 献献 可还有哪里难受 魏英被她抱在怀里 与梦中一样的温度 是她一直在自己身旁照顾自己吗 夫君 我在 献献不是做梦吧 不是 说完用力抱紧她献献你看 这是梦吗 魏英笑了一下 不是梦 蓝湛看着她的笑容 低头吻了上去 把这笑容停留住 魏英被她的吻弄得不知所措 眼睛一下睁大了 蓝湛松开她 看到她红红的脸 心软得一塌糊涂 这么有这么可爱的人 献献 可喜欢夫君这般对你 熟成一只小虾的魏英 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刚刚那种感觉她不讨厌 可是献献好像还没洗漱呢 献献 刚刚那样只能和夫君做 魏英点了点头 她知道的 她不讨厌夫君 喜欢夫君 所以夫君亲自己会很欢喜 蓝湛去打水回来 帮她洗漱好 把她一头有些干枯的发丝绑好 蓝湛觉得 线下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她的线线喂养好 魏英看着 她在一旁忙着 还要分心照顾自己 她不忍心她那么累 她把手伸出被窝外 拉了拉她的衣袖 夫君 线线怎么了 线线没事了 夫君不用陪着线线的 可是夫君喜欢线线在身旁陪着我 线线不喜欢陪夫君吗 喜欢 蓝湛把她手放进被子里 而后蹭了蹭她的鼻尖 线线陪着夫君 夫君干起活来一点都不累了 魏英听到她的话 笑了起来 线线也可以为夫君做点事情呢 线线 等你好了 可以给夫君醉桃花酥吗 夫君怎么知道自己会做桃花酥 她细细看起夫君 难得 夫君 线线是不是 蓝湛点了点头 夫君很伤心 线线现在才想起夫君 对不 华英未落变 被她吻了一下 线线下次再说错话 夫君就这样罚你一次 魏英被她闹了个红脸 她点了点头好 线线知道了 线线好了 就给夫君做桃花酥 王家少爷 二公子 听说江家最近在考察怡陵 是的 你让怀桑去跟她聊聊 怀桑知道怎么做的 二公子为何还要 让江家得到这么对好处 得到越多 就会越贪心 便会目空一切无法无天 你不觉得这时再让她失去一切 狠狠摔下来更疼吗 属下懂了 去吧 蓝湛走到床边坐下 看着熟睡的人 亲了亲她的额头 把她的手握在手里 线线 欠你的夫君会替你一点一滴的讨回 有时候死很容易生不如死 才更痛苦 那些人夫君会让他们也一点一滴的 把你受过的苦全都尝遍 而且是加倍偿还 蓝湛牵着她的手 慢慢走在热闹的街上 看到她喜欢的东西 便陪她停下 等她完够了 再继续往前走 魏英被一阵香味吸引 她拉了拉夫君 牵着自己的手 蓝湛停下脚步看着她 以为她不舒服了线线 可是不舒服 不是 夫君 那是什么 好香 那是馄饨 原来是我的线线饿了 魏英点了点头 这些天在她一点一滴的渗入 让魏英慢慢相信 这不是梦 这些美好幸福都是真的 都是只属于她的 她也慢慢地开始学着跟她撒娇 说自己想要的东西 蓝湛带她走到摊位前 找了处地方坐下老板 来了 我们这有大馄饨和小馄饨 二位要吃什么 你们大馄饨什么馅 小馄饨什么馅 小馄饨纯猪肉馅 和大馄饨香菇猪肉馅的 馅馅想吃什么馅的 肉馅的 那就两碗小馄饨 好嘞 您请稍等一下 蓝湛点了点头 魏英这时又被一旁卖馅饼的吸引 蓝湛摸了摸她的头馅馅 在这等我 魏英点了点头 她看着夫君走向一旁的摊位前 付了银钱 而后走了回来 好吃吗 魏英点了点头 把手里的馅饼递到她嘴边 才想起她吃过了 于是想收手回来 原来馅馅不想给夫君吃 不是 馅馅吃过了 蓝湛咬了一口嗯 馅馅吃过的 就是更好吃些 魏英被她弄得不好意思了 这时老板端魂通过了 打破了魏英的不好意思 蓝湛在一旁看着她吃得香 心里也高兴 这些天把她的脸喂得有点肉了 更喜欢摸她的脸了 这小家伙也认自己 再过不久 自己都会被这小家伙宠坏了 蓝湛看到她吃饱了 付了银钱 牵着她继续走走 不好好消食 按她今晚吃得那么多 今晚肯定不舒服 魏英看着一路的花灯 夫君 献献喜欢这个兔子花灯 我们把它买下来好不好 好 魏英看着手里的小兔子灯 喜欢的不得了 夫君那是什么 套圈 套圈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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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